请各位大徒和长 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 其开经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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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大徒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花经 《伦观》 上次五重悬议里面的解释经题 把妙法两个字解释完了 所以课本的十二页 十二页开始解释莲花 那首先呢 他先说花有多种 第一个是狂花无果 第二个呢 是依花多果 上礼拜的讲义这边 我把它做一个表出来 凡乎 里面再分成外道 外道的话 狂花无果 那凡乎的话呢 如果修这个孝养父母 就一花多果 那接下来呢 是生文原觉 生文原觉修种种苦恨 可是只有得涅槃果 所以这样叫做多花一果 那原觉的话呢 是修远离恨 远离行 那一样也可以得涅槃果 所以是一花一果 所以这个是凡夫跟二圣 下面的话呢 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分成呢 不是说一定是菩萨道 也可以啦 因为前果后花 他并不是用菩萨道 而是用的是小圣 先见到位 出果虚托环 见到位 然后才是修道 所以他认为呢 已经证得圣果啊 圣位 所以呢 就是先有果 然后再修道 所以是前果后花 那如果是菩萨道这边的话 一定是先原修 后真修 先有因 后有果 意思就是这样 那原修真修 我们上礼拜有特别去提过 那这里先列举这些花果之间 用来辟育修行的事情 那实际上 妙法莲花经他用的呢 要讲的花跟果 就是这两句话 就是十二页的二四六第六行 十二页的第二页 因含万行或万恨 果缘万得 所以那个因也是用万来形容多 果也是用万来形容多 所以这个修因行万恨 圆满的果的万得 所以就是多花多果 所以这个是花跟果之间的关系 那接着才是他们常常天台在解释 莲花 在妙法莲花经里面的辟语 就是这三句话 未莲固花 花开莲线 花落莲成 就是天台常用的 那这里面呢 那个莲是莲子 就是结果 莲花的结果 莲子 所以是为了要让莲子能够成熟 所以呢会把莲花开出来 要开莲花是为了要结莲子 所以这样就是未莲固花 然后呢花开莲线 莲花开了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莲台里面的莲子 所以花莲花一开 同时看到莲子 然后呢 莲子什么时候成熟呢 就是花卸掉的时候 莲子就成熟了 那用来辟语呢 就这三句话 即食而全 即全而食 非全非食 所以那个天台喜欢用的这样子 即什么而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后头的结果是最后那个字 可是呢 为了要能够有后面那个字的结果 一定要先有前面这个 所以先依着食教而有全教 也可以这么说 你把全跟食套到那个全教食教那边去 一样那个表 我们也在另外一页呢 做了一下全跟食 所以这边呢 未连顾花 就是呢 为了要能够让众生了解真实的教法 所以才需要用全巧方便的全教 可是呢 佛为如何他可以有这样全巧方便来施展全教呢 是因为他已经有真实的智慧 有真实的智慧才能够有方便全巧的教法出来 所以 这个叫做即食而全 但实际上说起来 他配合那个 那个批语来说不是很恰当 应该是说 为食而全才对 这样他才比较是 刚好为连顾花 可是呢 他就刻板上就这样写啊 那花开连线 就是说呢 花开出来的时候 同时那个连子的果就看到了 所以全巧方便的当下 就等于就是佛的真实的教法也在这里头 所以这样叫做即全而始 并不是说全巧方便 到最后呢 都没有用 不是 是你真的了解之后 这些全巧方便的教法 当下就是佛的真实的教法 只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子体会一下子 一下子接受 所以只能够是这样子 先学习一部分这样而已 否则 佛的不管是三圣的教法 或者是呢 大圣的教法 通通都是为了一佛圣 即全而始 那真的 太全显十之后 就发现 也不是偏在全教 也不是偏在十教 所以这样叫做花落严惩之后 你就看到 非全非十的中道第一地了 这个是他总的来说 用莲花做辟喻 那接着十二页这边呢 再分开成基门有三个 本门有三个 用莲花做辟喻的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 还没有讲到的 那在上礼拜的讲义 的第二页里面 这个基本二门 各有三欲 那我就把课本的文字 用这个讲义的表 这样列举出来 或许呢 这样对比之下 就比较好 好看 这样子 所以先讲基门的三个 第一个呢 为莲固花 那你同时看着课本的文字 它是写说 基门三者 一 花生必有余莲 莲花开 一定后头 就是为了要有莲子 所以你看得到莲花开 就一定有那个莲子 因为是为莲子 才故意开花的 所以你看 这一个讲表里面就写 譬如 为实施权 为了要有实教 所以不得不呢 先用善巧方便的全教 但是意在于实 佛的本意呢 还是在于真正的这种实教 但是呢 接受全教的凡夫 二圣 刚开始是无能知者 那课本这边写的是说 莲不可见 一刚开始呢 开莲花的时候 并不是马上 莲花还没有完全开的时候 你并不能够马上知道 里面有莲子 这样叫做莲不可见 你看到外表的莲花 你不会看到里面的莲子 必须要莲花打开之后 你才看得到里面的莲子 但实际上要为了 为什么一定要开莲花 就是为了要有莲子 可是呢 一开始莲花没有打开 你不知道里面有莲子 所以批语成 为实施权 意在于实 最好这个逗点 课本这边 意在于实 加个逗点 然后无能知者 接受全教的凡夫恶圣 没有办法知道 佛的真实的本意 到了第二部分 花开连线 那就是呢 开权显实 那课本这边写 须以花养连 例如权中有实 习无人知 现在呢 开权显实之后 亦须于权 广是横杀佛法者 只为诚实 使身是佛之见 所以一样 亦须于权 加个逗点 用花来 让那个莲子 养那个莲子 让它能够成熟 就好比全教里面 有实教 但是呢 佛还没有讲法阿金之前 没有人知道 佛讲法阿金之后 开权显实之后 就知道了 那知道之后呢 亦须于权 广是横杀佛法者 只为诚实 所以该斗点的地方 它没有加 不该斗点的地方 硬加上去 也说得通 但是你看看 如果你把 亦须于权 斗点 广是横杀佛法者 只为诚实 两句并在一起 不是更明白吗 你就知道说 佛用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多的不同的法门 目的就是为了要诚实教 让众生能够 身是佛之之见 所以这个开权显实之后 所以你看我 那个参考讲义呢 就把那些多余的词 给他省略 就写出重点 开权显实之后 横杀佛法 只为诚实 那诚实就是呢 让众生能够 误入佛之之见 这就是花开连线 所以法阿金 法阿金本身的用意 前面鸡门的用意 就是让众生知道 原来佛所教的 任何的法门 都只是一佛圣 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佛的 那你了解之后 第三个 花落连城 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全巧方便了 不是说前面学的全巧方便就丢了不用了 不是这样哦 所以废权利时的废跟利 千万不要忘 这个误会 不要忘记 以为是就不要前面的啦 我现在就是学法阿金就好了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哦 他的意思是说 你当你开权显实了解了之后 你所修的本身就是成佛之道 你是从身文圣所上来的 你就继续再继续往上走 你不需要把前面的柜丢掉 因为你知道你过去所学的 就是成佛之道 现在继续往上提升 都还是一佛圣 所以这跟那个日本净土真宗 废圣道们 立净土们 他们的废立就不能够跟这边一样 他们就是真的就叫你 一般的通土法门 天台啊 花言啊 不用学了啦 就是成名念佛啦 而且成名念佛里面 你不要用十九院 不要用二十院啦 就是用第十八院就好了啦 所以他们的废立 净土真宗 你不要用假宗 你要用真宗 他们的废立是真的就 前面丢掉不要了 可是天台讲的废权历史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终于知道说 原来前面 号称说是全巧方便的三圣 其实都是一佛圣 只是我们不了解 不认识之前 好像有全巧方便的三圣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课本这边写 三花落连城 辟废权历实 唯一佛圣 执至道场 所以你继续修下去 你就可以圆满成佛 执至道场就是极灭道场 无上正等正觉 释迟废权历实 在菩提树下 那个极灭道场 到这里是断句 下面这两句话比较难懂 菩萨有行 见不了了 淡如花开 诸佛已不行故 见则了了 譬如花落连城也 那么上礼拜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个重点 不过也还好 让我有多一点时间准备 注意看到这四句话很重要 所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你对比看菩萨有行 诸佛不行 这两句是对比的 对账的 然后有行 所以见不了了 诸佛因为是不行 所以见则了了 所以这个行 有行不行 那就是很有意思了 查了半天 查不到注解 专门针对这两句话做注解 只好自己想办法解释 请看今天参考讲义 十地菩萨里面的第七地 叫做远行地 从这边隔开 在之前修的菩萨是有象形 就算他修无象形 也不善修 可是第七地的菩萨 他之所以能够进入第七地 他已经善修无象形 能够无间断的修无象形 公用就进 这种无象形 他已经很会用 能够超过世间 超过二圣的出世间道 世间就是人天善道 二圣是出世间道 所以为什么称它为远行地 远远超过凡夫六道 跟身闻圆绝 但是他比八地比起来 还有功用 功用未舍 有功用形 所以这样叫做有形 原来菩萨有形 是指这个意思 他还有功用形 虽然他的形是无象形 而且能够无间断的 但还在用功 到了八地叫做不动地 他不但会修无象形 而且已经无功用 无功用怎么解释呢 就是下面这句话 智慧功德 不需要特别用功 他可以任运的增进 七地要用功 八地任运精进 智慧功德 不需要特别去用功 他就能够精进 所以在八地菩萨来说 无名烦恼不再起现行 虽然还没有断进 不再起现行 所以称它为不动地 就是不为烦恼所动 也不为功用所动 称它为不动地 所以八地菩萨尚且是 不为烦恼所动 不为功用所动 那何况九地十地到佛地 所以说他的不行 是下面这两个注解 八地以上二字双行 人法二字永不行 故 这样叫做不行 不起现行 人我直法我直 根本之后得之 双行 然后人我直法我直 永不行 这个是大圣秘言经书 然后呢 成为事论俗权里面 用的比较多白话的 你看八地以上 毕竟不行者 还用这样形容词 毕竟不行 因为八地中无功用故 九地中心志在故 十地法志在 所以后三地 八九十三地 化力有情 可以任运智慧功德 度化众生 都任运 即二字在 心字在 法字在 二字在就是心字在 法字在 不由故意起贪嗔 他不会再起贪嗔痴 无名等烦恼 所以说不行 毕竟不行 就是烦恼毕竟不行 所以两个注解 大圣密言经书 跟成为事论俗权 用字不一样 意识可以互通 大圣密言经书 是强调 人我执法我执 永不行 成为事论俗权呢 是说烦恼毕竟不行 所以这样叫做 诸佛已不行 故见则了了 菩萨有行 所以见不了了 那见不了了跟呢 见则了了 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大波涅槃经 请看 继续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大波涅槃经的二十七卷 施子吼菩萨品 里面呢 佛呢 解释说 观十二因缘的智慧 分成四等 从下到上 下 中 上到 上上 上面还有上上 所以四等 下至观者 不见佛性 所以 以不见故 只能够得身闻道 中至观者 不见佛性 所以下至中至都不见佛性 身闻原觉都不见佛性 菩萨 上至观者 是见佛性了 但是呢 见不清楚 不是了了清楚 不了了故 住十住地 十地 这边讲十地菩萨 见佛性 是见是见道了 见不了了 上上至观者 见了了故 得安妮多德三百三菩提道 所以安妮多德三百三菩提道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佛道 佛才是见佛性 见了了 本来我想要引用后面那一句 后来想算了 我就这样提一下就好 这边讲佛性就是十二因缘 见十二因缘就是见佛性 所以这个是大布涅槃经 对传很特别的地方 那课本这边所引用的呢 就是引用这个 只是结合上那个有行跟不行 基本上来说 还有无名烦恼 有行 完全没有无名 全部断尽 毕竟不行 这个就是诸佛 见则了了 你说那他引用这个 要说明什么 花落连城 花落连城 就是那个连城就是成就安妮多德三百三菩提 直至道场 所以这个是基门三玉 接着看本门的三个辟喻 第一 第一 花必有连 课本的倒数第五行 第一 花必有连 譬如 基 必有本 基 含于本 亦虽在本 佛子难知 弥勒不适 弥勒不适就是那个从地勇出品 突然冒出这么多菩萨出来 连弥勒菩萨都表演说他看不懂 他不认识这些人 那个是在后面五百六十五页那边 你如果有兴趣 你再自己去翻五六五页 那些从地勇出菩萨 就代表佛在本门所教化的这些菩萨 所以才会说佛子难知 弥勒不适 也就是说只懂基门的弥勒 也不懂本门 但实际上有基门就一定有本门 所以上面的文字才会写 基含于本 为什么呢 请看参考讲义 我干脆给他加一句做注解 因为是从本而垂基 从体而启用 所以后面的相用 代表你前面有体 你可以这样去看 所以有基都一定是从本而垂下来的 展现出来的 从本体而展现那些相用 所以那个基门的相用里面 一定有那个本门的体 这样就比较好了解 所以莲花一开 里面一定有莲子 只是我们不懂而已 不认识没看到而已 所以课本这边才会举例说明说 这个佛子难知 连弥勒菩萨都要表演 他不认识 这是第一个本门的批语 第二个本门的批语是花开连线 也就是开基显本 所以你看课本导数第四行 意在于基 开基显本 意在于基 能令菩萨是佛方便 即是基以 还是于本 你真的了解那些基门 你就能够能认识本门 因为佛陀已经开基显本了 所以你认识基就等于认识本 所以这个识本之后 就可以真道损生 生就是无名 道就是中道第一地 也可以说生就是生死 变异生死 所以你认识本之后 你就可以断无名 而增长你的 你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中道第一地的认知 真道损失损生 所以这个就是开基显本的用意 那讲义上头我加上一句话 那一个开基显本 就是开三显一 那个一就是一佛圣 三就是三圣 也就是说在基门里面 有三圣 佛为声闻原觉菩萨 用不同的全巧方便教法 可是到了开基显本之后 大家都知道原来都是为一佛圣 开三显一 最后花落连城 还一样是花落连城 所以课本的导数第三行 P 废基显本 既是本以不护迷迹 所以你就不再对前面的那个基门的全巧方便 会迷惑了 所以讲义里面呢 就多加一句 废三显一 前面是废权历史 这边是废三显一 前面是开权显史 然后这边是开三显一 那么了解之后 再看回课本导数第三行 既然是本以不护迷迹 但与法身修到圆满上帝也 也就是说这时候 你所修的都直接在法身上面去用功 据用功 你会一地一地的往上提升 直到你圆满 上帝的意思就是 你本来是出地 你就能够呢 因为认识这个本之后 你就能够圆满成二地 二地之后圆满成三地 一地一地的上去这样圆满 因为你已经认识法身 认识那个本 所以他写着 但与法身修到 为什么用个但 都没有离开法身 都在法身上面用功 我这个花鼠怪怪的 我才关掉一个档案 他把两个档案同时关掉 害我又要重新再打开一次 所以接着课本十二页 最后三行 最后一句话 又经中凡有七玉 皆玉全时 经以莲花而总玉之 照说这句话呢 很容易就看懂了 接着要告诉你说 整个妙法莲花经里面 有七个辟语 都可以拿来结合那一个莲花的辟语 但是我自己下去参考 法阿经悬义的时候 发现他有一些文字 值得我们仔细看 所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在法阿玄义的第七卷里面写的 全时难显 借玉莲花辟于妙法 也就是说 佛的全教实教 全字实字 很不容易看清楚 所以要用莲花来做辟语 那莲花来辟语 是为了要辟语那个妙法 总说用莲花是为了要辟语妙法 另外一个解释呢 说莲花不是只有辟语 而是妙法本身就是莲花 当体得名 妙法也可以说就是莲花 莲花之称 非是假语 不是假的辟语 而是直接就是讲的是 法华经的法门 法华法门 法华法门亲近因果为妙 所以这样子的 为妙的因果的法门 就好比佛教里面 赞叹的是莲花 所以法华三昧当体的名 就是莲花 不是纯粹只是一个辟语而已 不是假名的辟语而已 而是法华法门 法华三昧当体 就像莲花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在那个课本那一句 莲花而肿欲之 补上这段的注解 之前没有看法华玄意的时候 不了解原来还有这个意思 都以为就是假借莲花 世间的莲花来批于妙法 原来还可以是法华三昧 亲近法门 也可以当下就等同莲花 那样的亲近 那样的庄严 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补充说明的 那七昧 这是常常看到人家介绍法阿金 说法阿金里面总共有七种辟语 那么这个首先呢 是火宅玉 再来第二 穷子玉 第三 药草玉 第四 化成玉 第五 衣珠玉 讲义写的是衣珠 我们课本的十三页第一行 第五个叫做细珠玉 那为什么一个细珠一个衣珠呢 那颗宝珠呢 就细在衣服里面 放在那一个人的衣服的里面 所以呢 是细珠玉 或者是衣珠玉 就是因为你放的位置 就是插在衣服里面 所以有用衣珠玉 有用细珠玉 那第六呢 你看课本写的第六叫做 伦王玉 十三页的第二行 可是呢 讲义里面写的是叫做细珠玉 头上那个法纪 那个纪 为什么呢 因为伦王头上那个法纪的珠 原来一个是指伦王 头上的珠 一个呢 直接就讲伦王 头上那个纪里面的那颗珠 所以有祭珠玉 有伦王玉 那第七个 一子玉 你看我们课本用的第三行 叫做良一玉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待会去看他本来的经文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有的用一子 有的用良一 一子的话就是指那个良一跟他的儿子之间的事情 那良一的话就是直接指良一的行为 就像佛陀的行为这样 好 所以一方面对照课本 一方面对照讲义 第一个火宅玉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出自在辟育品第三品 那在课本的是233页到252页 那课本倒数第二行 12页倒数第二行 他直接告诉你 在火宅玉里面呢就是有三车一车 然后呢 以三车辟权 大白牛车辟十 这时候我们就翻课本233页 从这边开始 233页 辟育从这边开始 说呢 有一个大户长者 年龄很大了 但是他财富无量 那他的那个不动产 动产不动产都很多 然后呢 235 七家广大唯有一门 然后236 可是呢 很奇怪的 就是他们家呢 虽然不动产很大很多 但是呢 常常都是年老失修 你看236 236页 堂格朽固 墙壁颓落 主根腐败 凉动轻微 你说这个大户长者 也太没有管理 用来辟育三界火宅 你不要怪这个大户长者 那么有钱 随便请人家帮忙做维修 太容易了 但是呢 是佛故意用这样来辟育三界火宅 年老失修 所以呢 稍微一点不小心了 就整个烧起来了 所以你看237页 突然呢 整栋大宅院烧起来了 那里面他有很多小孩 有10个 20个 30个 你说那为什么 是不直接写30个 为什么要写 或10 20 30 那就是为了要做辟育 身为圆觉 菩萨圣这样子 然后呢 238页 长者看到呢 自己的家宅 宅院起火了 就很惊慌 这是我的这些小孩 在火宅里面 都还不想出来 因为呢 平常都已经在那边玩习惯了 有火了还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240页 41页 都还是在描述这些事情 然后呢 很奇怪 大宅院只有一个小门 你看那个240页 第一行 四设唯有一门 而户狭小 你不觉得太奇怪了 宅院那么大 干嘛只设一个小门 是怎样要晃小偷 不是为了要聘语说 很难出来 三界六道里面轮回 凡夫在里面轮回 很难出来 所以故意批语说 那个出入的门很小 那怎么办呢 所以长者呢 就用广播的 让这些小孩知道 说你们喜欢的这些什么 你看到在哪里 三车 244页 244页 第一行第二行 你们喜欢的洋车 路车 牛车 现在在门口外面 你们有这些呢 就可以好好游戏 你们不要在宅子里面 你们赶快出来吧 用这种 用这种来引诱他们 那的确这些刚好是呢 这些 这些儿子们喜欢的 我一听他父亲这样子广播 赶快呢 争相出来 赶快出来这个火宅 终于呢 每一个都逃出来了 245页 所以长者看到这些小孩呢 通通都出来了 就在路边 四渠道中 落地而坐 你说为什么要四渠道 你看倒数第三行的注解 四地观 用四地观 所以终于能够出来了 修四地 终于出来了 长者就很欢喜 然后呢 246页 这些儿子呢 就要他们的父亲 兑现诺言 说你们答应我 给我这个洋车 路车 牛车 你要兑现啊 然后这大户长者说 好没问题 大家都得到大白牛车 洋车路车不够看 牛车 一样的牛 有大白牛 比较好 所以 所以全部都给大白牛车 那大白牛车 就是呢 辟于一佛圣 洋车路车 牛车 就辟于三圣 声闻原觉 菩萨 这样 好 回到十二页 导数第二行这边 才会说呢 三车是辟于全轿 一个大白牛车 辟于十轿 所以这个是很有名 法华经里面用的火宅玉 第二 穷子玉 他说呢 是信节品 第四品 那你参考讲义这边就有写 是在呢 课本的294页到313页 那我们先把十二页这边的文字先看完 穷子玉呢 以故作辟权 父业辟食 故作就是这个小孩呢 被他的父亲 给薪水 聘来呢 做打扫清洁的工作 做这个除分 以前的那个马桶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是固定要有人去清洗的 所以首先呢 先把这个 自己走丢的那个小孩找回来之后 来聘他做这个打扫清洁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批权巧方便 权教 最后副业就是慢慢慢慢把他做久了 慢慢把他地位提升 提升到做总管 家里的各项收支财富的总管 都由他来管理 最后呢 开一个家族大会 明白地表示 这个人就是我的儿子 我走丢的儿子 我所有的家业通通都是呢 所有的遗产都是他来继承 这样叫做副业 全部的家业通通交代给他 就譬如前面的那个大白牛车 得到大白牛车这样 所以这个批语呢 在信节品294页开始 各位看294页 294页第一行开始 他就说呢 有一个小孩 走丢了 然后呢 这个没有跟上队伍 走丢了 远助他国 一直到10岁 20岁到50岁 你说为什么要50岁 你看那个第四行的注解 天道 人道 武道 通通走过了 就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了 这样子 是用来批语这个 然后呢 都在这里面 六道里面轮回受苦啊 所以你看294页 这么讲的 在四方里面求医食 都是为了要能够让自己生存下来 然后呢 走着走着呢 刚好经过50年以后 回到他 他父亲所在的地方 叫做本国 终于回到本国了 然后呢295页就说呢 他的父亲呢 这样找儿子找 找半天 找半天 找了几十年 找不到 不得已呢 就终止一城 就在一个地方呢 就停下来了 然后可是呢 他生意很好 然后呢 权势也很大 各种生意等等等等 这样子后 然后呢 这296页 就讲到说 这个贫穷的儿子呢 这样走走走 走到了 他父亲所在的那个地方 然后在一个296月最后一行 这个父亲就想 我跟这个儿子已经离开五十几年了 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 说自己有什么一个儿子 但是内心在想 这个儿子如果找回来多好 要不然我家财万贯 我这些家产要交给谁啊 交给外人很不甘心 一旦终末财务善失 无所委护 所以越来越思念他的儿子 他说如果能够找到儿子的话 把所有的财务都交给他 那不是很快乐一件事情 就不再担心了 所以298页 这儿子走着走着 就走到他父亲这边 躲在门旁边 躲在门外偷偷看 怎么有这么一个大副长者 怎么享受这么好 旁边有这么多的人都服侍他 这个如果不是国王 起码也是很有威势的 有点恐怖 如果要是被他看到了 被他抓去了 那我就没命了 赶快跑人 赶快走了 然后刚好他在那边张望的时候 就被他父亲看到 也一眼就认出来了 所以他动作很快跑走了 他父亲看到了 要叫人去他抓回来 抓不回来 赶快派人出去 把他抓回来 所以你看301页 301页前面两行 这个父亲就很高兴 说我之前担心我的财产没有人继承 现在这个儿子竟然自己跑出来让我看到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虽然老了 我还是很希望我有一个儿子来继承 所以301页的最后两行就说赶快派人去把他追回来 那派出去的就是一定的都是 就好像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安局的特勤队的两个人突然把你抓去 你也走到要死 总统是有什么事要记住 没什么事 我跟你抓去要做什么 内心就很害怕 你看到302页害怕到昏倒 转更环步 闷觉辟地 昏倒在地 大家说昏倒在地 就昏倒了 所以这个父亲一看不行 这样吓他不行 放他走 不要硬是把他抓来 这小孩子还没有办法适应 干脆派两个打扮跟他一样都是这种乞丐的样子 也就是放他走之后 这个小孩醒过来赶快逃 一样去做乞丐的动作 所以那个父亲就只好派两个人 你看304页 304页 长者为了要引诱他的小孩 故意派两个 行色憔悴无微得者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 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做工作 我有工作 就可以给你薪水 你有薪水你生活就没有问题了 问什么工作 多少钱 你看 固如除分 我们也是做这个工作的 但是人手不够 所以需要增加人手 要么一起来 就答应了 就答应了 所以你看305页 导数第六行这边 尔是穷子先取其价 寻与除分 其物见子 敏而怪之 这个批语还讲的蛮现实的 这个儿子说 那你先给钱 我做好了 你钱不给我 我也拿你没责 你先给我钱 我一定帮你做 所以就真的先拿钱 然后真的去做那个工作 父亲在旁边看就觉得 哎呀 怎么我的儿子会变成这样呢 实在是 所以你看306页 就旁边观察 觉得这儿子好可怜 怎么会是这样 累受憔悴 粪土成笨 粪土成笨 对这个念笨 污秽不尽 整个身体脏兮兮的 怎么办 还是想办法接近他吧 所以他307页 他自己就把自己 一身华丽的那种衣服脱掉 一样穿得那破破烂烂的衣服 靠近他 跟他好像做同样的工作 然后呢 靠近他之后呢 就劝他说 你好好做 好好做 这个我在这边呢 得到蛮好的这个 然后呢 再想办法说 你不要离开 这个工作呢 一直需要有人手 不能没有人手 你就一直做下去吧 所以你看 这个307页 导数第五行 乳藏池坐 勿护于去 当家乳酱 诸有所需 盆气米面 盐处之主 莫至宜难 做下去 你的薪水 会不断的加上去的 不但有薪水 还有这些生活所需 通通给你使用 做到最后呢 做久了 你现在算是工头 工人的头 亦有老必死人 虚者相给 做到最后呢 你可以不一定要 每件事情都自己做了 还有比你更差的人 菜鸟 给你用 这样子来 好自安逸 然后呢 就劝他说呢 我好比是你的 你的父亲 你有需要什么 告诉我 你身体强壮 你还年轻 你好好做 你朋友怨缘 平常看你真的都 蛮认劳认怨的 你继续做下去 我把你当成是 自己的儿子一样 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亲密 导数第二行 即使长者便与 做志明之为儿 这样子好了 我任你做干儿子 你是我的义子 我给你取一个名字 越来越变成是 父子的关系了 但是呢 这个儿子本身 自己的心态是大 人家只是好意 毕竟我们是外人 我是外人 我比较认分 工作好好做 有钱都好 有各方面的生活所需 这样就很好 以及客气 给他动作客气 义子 干儿子 我不是真的他的儿子 慢慢做慢慢做 做久了之后呢 309月 过世以后 心相体性 入出无难 越来越彼此互相信任 他也相信 这个义父 真的是 真的把他当儿子看待 然后呢 这个长者呢 也发现 不错 果然呢 这个儿子呢 也越来越 越来越 值得信赖 可是你看 最后两句 燃其所指 游在本处 他还是呢 没有住进 那个大宅院里面 他还是住在 工人 住的地方 最后310月 长者开始老了 生病了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然后呢 就特别把那个儿子叫来 之前呢 我信任你 所以现在我把我所有的这些金银珠宝仓库里面的东西 全部交代给你 你呢 值得我信任 你都不必问我 要什么支出 要什么 通通由你来 这个 你 我的东西 你就把你当成是你自己家的东西 你用心管理 宜家用心 无令漏失 这样就好了 这个批语什么 波罗斯 波罗斯 前面呢 已经把他认为总管 那个呢 让他呢 掌管这一些家业 就是有一点类似 方等时 现在呢 是完全呢 所有权 通通信任给他 就是波罗斯 所以你看那个310月的第五行 此正辟 波罗转教师 所以 到最后呢 全部交代给他 不过呢 311页的第三行 固在本处下列之心 亦未能舍 也就是说 波罗斯的时候 那些 那些阿罗汉尊者呢 还是认为 自己 自己只是呢 接受佛的交代 好好的去教学 他不知道自己 也是可以成佛的 到了311这边 终于呢 这个大副长者 灵命忠实了 时间到了 他就开一个家族大会 并会亲族 国王大臣 策利居士 全部集会来之后 开始宣布 说各位 我向大家宣布 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儿子 是很早以前 我丢 我走私的 312页 终于能 认回来了 我此时我子 我时其父 我真的是他父亲 他真的是我 我儿子 以前又没有那个 那个是鉴定 心血鉴定 要不然就要去政府那边 做一个亲子认定 证明的确就是我亲身的 DNA认定没问题 那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 312页的最后四行 我所有的财务 全部都是他的 我死了之后 他就是有继承权 而且他对于 我有多少财产 他都很清楚 先所出纳 是子所知 就是我所有的这些明细 他通通知道 这个时候313页 穷子文富此言 极大欢喜 得未曾有 他说我没有 本来没有这个贪心 我没有说要得你的财产 没想到这些财产 真的是我的 金池宝藏自然而至 太高兴了 所以就等同 那些阿罗汉尊者 终于认识说 自己原来也可以成佛 自己修的就是成佛之道 这个就是穷子欲 所以这个穷子欲 比起前面那个火宅欲 更精彩 前后的转折 那真的可以写一个故事 写一个剧本 出自在信节品 出自在信节品 好 回到这个十二页 最后一行 这是第二个辟欲 穷子欲 第三个辟欲 药草欲 这个就比较好懂了 三草恶木 辟权 一地辟食 为什么是一地 三草恶木是什么 这时候呢 请看药草育品 三三四页到三四六页 这就比较简单了 三三四页这边 只有两行经文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各种的植物药草 然后呢 三三五页就开始讲清楚了 上面呢 有乌云 片户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下大雨 同时呢 就下下来 齐则普洽 普洽 惠木从林 集株药草 开始分 小根小茎 小枝小叶 中根中茎 中枝中叶 大根大茎 大枝大叶 这个都是药草 所以叫做三种药草 大中小 然后呢 恶木树木 树树 大小 有小树 有大树 所以 随 三三六 随上中下 各有所受 一云所雨 趁其种性 而得生长 花果忽实 三草 恶木 得到那个雨 平等的下下来 接受这个法雨的滋润之后呢 通通都 长得很好 各自开花结果 各自随着他们自己的 植物的特性 生长 开花结果 接下来 三三六 最后四行 虽一地所生 一雨所润 而出草木 各有差别 这边就是一地 上面那个下来的雨 是佛的法 佛教的 教学的佛法 法语 可是一地 就批语的是这些 三草恶木 所依据的佛性 佛性 所以呢 三草恶木 都在这个大地 也是平等的大地 所以 这个 回到十三页 你就可以知道 第一行 为什么叫 一地辟实 三草恶木 辟权 大家在平等的 佛性上面 个人的根性 不一样 就有各自不同的 这个发展 虽然佛给的法 是平等的 就像那个雨下下来 是平等的 但是大家接受到 雨水 如果你是小药草 你就开出小花 结小果 可是如果你是大树 你就长得就是 很壮观的那种大树 结的果实 也不一样 所以虽然 一地 一雨 佛性 大家一样 佛讲的法 是一样 但是呢 个人的根性 能够接受到 所得的功德利益 不一样 这个就叫做 药草玉品 三草恶木 这是第三个辟语 十三页第一行 第四个辟语 华成玉 以作画辟权 保处辟实 华成玉是第七品 经文在四百页到四百零零五页 请翻四百页 四零零 最后六行这边开始 譬如五百游巡险难恶道 空决无人 然后呢 经过这个五百游巡之后 有一个保处 里面藏有很多保障 要去寻宝 等要有人大 有一岛师 聪慧明达 善知险道通赛之效 四百零一 降导众人 遇过此难 带着这一群人 要经过五百游巡去寻宝 结果因为呢 这个道路崎岖难走 而且很多险难 所以有的人呢 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 他太累了 不想走了 我可不可以回家了 走那么久 没走到 太累了 所以呢 四百零一夜 最后四行 就是你看 所降人众 有的呢 中路卸退 说我太疲劳了 我还害怕 如果继续走 我可能会死 我不要往前走了 要退还了 要回家了 这时候四百零二夜 导师多诛方便 说这些众生好可怜 已经走超过一半 走了三百游巡了 再剩下两百游巡 再努力一下就到了 怎么会放弃 这么样子的努力呢 要退还呢 马上就跟大家讲 三百游巡那边 有一个城 可以暂时休息 如等物部 那个部是恐怖的部 你不要害怕 不要回去 我们再稍微努力一下 就快到了那个 三百游巡那个大城 大家可以在那边休息 进到那个大城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快乐安稳了 然后这时候你再来说 要不要回去 还是要前进到保守 你获得休息之后 你想要继续走到 那个藏宝处呢 那应该就简单了 所以叫做化作一城 你看这个就是呢 化作一城 第几行 第五行 过三百游巡 化作一城 所以这个化作 就是辟全教 保处 就是说呢 五百游巡 前置保守 前面讲的 那个保处 五百游巡 那个就是 实教 四百零五 夜 也在这里 四百零五月 中间 正中间 如比导师 为此习故 化作大城 既知习以 而告知言 保处在尽 此城非时 我化作而 那化城 化作的这个城 就是呢 小圣的 二圣的 无余涅槃 那保处呢 就是佛的 无住处大涅槃 小圣的涅槃 只是让 让他们 暂时休息 真正的 目的地 目标 是在保处 那个佛的 大涅槃 好 回来 十三页 所以这个就是 第四个批语 化成玉 第五个 他写 受祭品 系诸玉 那个受祭品 你会问说 是哪一个受祭品 因为呢 第六品也叫做受祭品 你往前翻到第四页 课本的第四页 那个目录 第一行 第六品也叫受祭品 然后呢 二四五 第五行 五百地子受祭品 第八 第八品 也是受祭品 只是一个有五百地子 一个没有 一个第六品 那个受祭品 是有提手旁的受 那第八品 五百地子受祭品 是没有提手旁的 你说那两个有什么不同 第六品受祭品 是佛给众生受祭 第八品 是五百地子 受到佛的受祭 所以两个受不一样 所以你要是了解这个的时候 回到十三页第一行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他用错字了 他如果写的是提手旁的受祭品 是第六品 但实际上呢 这个 这个是第八品 世注育 是第八品 五百地子收集品 出处在哪里 四百二十六页 四百二十六页 最后三行 你看 世尊 譬如有人自亲友家 醉酒而渡 事实亲友 官司当行 以无价宝珠细其衣礼与之而去 他断片了 现在俗话讲断片 喝酒喝到断片 所以这个亲友可怜他 就把一个宝珠 无价宝珠放在他衣服里面 然后自己有事就先走了 所以你看四二七 其人罪卧都不觉知 醒过来之后就到处走了 其以游行道于他国 为衣食雇勤力求索 抢出自己身上没钱 努力的工作来赚取一点生活所需 甚大艰难 少有所得就觉得这样可以了 好四百二十八页 后来再跟那一个亲友碰到面 给他保住那个亲友碰到面 知道这个情形就骂他 堕在丈夫何谓衣食乃至如是 你太笨了吧 太傻了吧 就骂他 我过去不是在你的衣服里面 为了要让你得安乐 在某年某月某日 我用无价宝珠放在你的衣服里面 现在应该还在 这个屁育 说实在话有一点不太合理 那一颗宝珠硬邦邦的 放在衣服里面 他会不觉不知 有够扯的 不过就是屁育 就是屁育 可能他常常穿的衣服 很厚重 所以那颗宝珠虽然很贵重 但是可能小小一颗 卖起来很多钱 但是小小一颗 所以穿衣服穿太多就不察觉 不然都没在换衣服 都没在洗身枯在换衣服 不然才不知道 中国人换衣服就不换衣服 先生 换衣服 那颗猪子没去看 要怎么 好啦 不要绘画太多 回来 所以呢 那个亲友就跟他说 你看 有够鱼吃的 你现在呢 我告诉你了 你现在把那颗宝珠拿出来 给它卖掉 贸易所需 当可如意 无所乏短 以后生活就不会缺乏了 所以佛用这个辟喻 辟喻这些五百弟子 我过去也曾经教过你们大圣 让你们可以成佛的大圣 你们现在都忘光光了 都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成佛的 修了半天都是只有修人天圣 修小圣 得一点点福报 就以为OK了 甚至得阿罗汉道 得灭度 就自认为 噢 境界很高了 不够的啦 不够的啦 真正的富有是要成佛 要把它宝珠拿出来用 把它卖掉 你就可以大大的享受 这样子 所以细诸域 依诸域是在五百弟子收集品 在第八品 所以那个寿字必须是没有提手旁的 所以回到十三页的第一行 最后两句 以少有所得 批育权 保诸 贸易 批育实 这个就是刚刚念过的 四百二十七页 四百二十八页的经文 四二七 四二八的经文 好 这是第五个批育 第六个批育呢 参考讲义说呢 叫做 寄诸域 那课本用的是 伦王域 出处在哪里 安乐行品 十四品 经文在五百四十二页 到五百四十六页 五四二 各位翻一下 五百四十二 五四二的第一行 你看 文书是例 譬如强力转轮圣王 欲以威士降虎诸国 而诸小王不顺其命 使转轮王其种种兵 而王讨伐 王见兵战 有功者 极大欢喜 随功赏赐 或于田宅 等等等等 珍宝啊 这些 但是呢 五四三 为祭宗宝珠 五四三的第五行 祭宗明珠 不以欲知 所以者和 他只有一颗啊 只有他头上一颗 如果给他了 其他的眷属就觉得 奇怪为什么国王对他特别眷顾 特别喜欢他 他的功劳又没有比较厉害 就会嫉妒 所以就用这个辟语来说呢 如来义父如是以禅定智慧力 得法国土亡于三界 然后呢 五百四十四页 诸魔王不肯顺服 然后如来圣贤诸将 与之功战 有功者呢 就事与禅定解脱 无漏更利 诸法之材 又事与涅槃之臣 但是就不畏说是法华金 五百四十四页 倒数第三行 所以可以给其他的这些宝物 就是不给 祭上明珠 所以你看那个五百四十五页第一行 如转轮王 见诸兵重 有大功者 心胜欢喜 以此男性之珠 久在祭中 不忘于人 而今欲之 所以用这个辟语 辟语呢 无上的佛道 这个法华金 好 回到十三页 第二行 所以出自在安乐行品 这边十四品 以随功赏识辟权 解记民诸辟实 那这里是法华金的第六个辟语 他说这六个辟语呢 都是基门开权显时的辟语 都属于基门开权显时的辟语 第七个辟语 在如来寿量品 十六品 梁医语 然后出处呢 先看张高讲的一说 在六百零一页到六百零八页 那六百零一页 你看经文 譬如梁医 林念方要善致重病 他也有很多小孩 有十个有二十个 哪是有一百个 但是呢 这个梁医有事情 先到远至于国 出国去了 结果呢 四百零四页 六百零四页 对不起 六零四页 诸子于后 引他毒药 药发梦乱 婉转一地 这个没有父亲在 没有医生父亲在 这些小孩子乱吃乱吃 吃到毒药还会昏倒 药发梦乱 婉转一地 形容什么 六道轮回 在那边受苦 这个时候呢 这个医生父亲回来了 四十其父 还来归家 那这些小孩呢 有毒药发 发到不认识父亲的 但有一些没有那么严重的 或不失心的 看到父亲就很欢喜 赶快去跪拜 问训 然后呢 就跟他父亲报告说 我等于吃 误毒毒药 希望父亲来救我们 让我们不要失去性命 等等的 所以六百零四页 最后一行 父亲看到这些儿子 这么苦恼 就赶快配置这些药方 求好药 炒色香 美味 皆兴俱足 倒塞合合 于玉子令服 让这些儿子吃下去 然后呢 就跟这些儿子讲 此大良药 色香 美味 皆兴俱足 你们好好服用 很快就除掉苦恼 不会有这些病了 倒数第二行 六零五页倒数第二行 这些 诸子中不失心者 看到这样好的药呢 马上吃了 马上病就好 但是六百零六页 有一些已经失本心了 看到父亲来 不会向他父亲求药 也知道欢喜问讯 但是给他的药 不肯吃 为什么 毒气深入 失本心固 看到那些药 觉得那个药不怎么好 不怎么样 那怎么办呢 不吃啊 明明吃了药就会好啊 不吃啊 所以最后三行 六零六最后三行 互做失恋 这儿子太可怜了 中毒太深了 心到颠倒了 给他药他不肯吃 那怎么办呢 想什么办法让他吃药呢 然后就跟儿子讲 你要知道我已经衰老了 我已经快死了 这好药我留在这里 你们拿去吃 不要担心不会好 吃了就一定会好 讲完这些话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 再次离开 再次离开之后呢 派人回家告诉这些儿子们 说你父亲死掉了 没希望了 只剩下留下来的药 不赶快吃不行了 所以这些本来不吃药的 听到父亲死掉 然后父亲要走之前说呢 吃了药就会好 赶快拿来吃 就是六百零七夜讲的 赶快拿来吃 吃吃吃吃 病真的好了 病好了之后呢 做父亲的 知道儿子的病都好了 就回来了 让他们看见 原来之前不是骗他们 是为了要让他们愿意吃药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经文 寻遍来归 闲死见知 六百零七夜 导数第三行 就回来 让这些本来生病不肯吃药的 现在吃药好了之后 都看到父亲回来了 批育什么 批育如来受量品 佛本来成佛 佛没有真的入涅槃 一直都没有入涅槃 所以回到十三页 第三行 受量品良衣欲 为什么另外一个批育 叫做医子欲就是这样 良衣跟这些儿子之间 发生的事情 这边用的只是良衣 然后以死告父死 派人回去告诉这些儿子 我已经死掉了 批育全巧方便 来归死见 回来了让这些儿子见到 就是开机贤本 就开机贤本 是见实 照说呢 他既然说呢 这是本门 开尽贤远 他这边为什么还要 辟权辟实 用字也不当 应该要辟基辟本 一定再是本基二门 里面的本门了 所以怎么还是用全实呢 应该是用基门本门 会比较恰当 好 所以这个 是著名的法经里面的七种辟育 另外更有 王善 早井 厄育 也有人说 还有这两个辟育 既非全辟 一起开显 所以智者大师略而不举 就没有举他 那是之前有人说 也值得用 那么这两个辟育在哪里呢 请看参考讲义 第一个是在第六品 授记品 课本的三百六十页 你要翻也可以 不翻就直接看讲义 如从基国来 呼吁大王善 心有怀疑 未敢即便食 若护得王教 然后乃敢食 这个就是王善 突然得到国王赏识的那个饮食 很好的美食 不敢马上吃 虽然送到你面前的 没有国王直接告诉你说 好可以吃了 也不敢吃 得要国王下命令说 你怎么这么客气 吃啊吃啊 才敢吃 就好比辟语说 这些阿罗汉 虽然得佛的授记 还不敢承认 应该这么说 没有得到佛的授记之前 不敢承认 佛虽然说 我所有的教法 都是为了让众生成佛的 你们照着修都可以成佛 但是没有明白的表示 佛给我授记啊 所以我还不敢承认 我真的可以成佛啊 所以第六品 就是授记品 就是真的就是佛给 这些阿罗汉尊者授记了 就好比那个批语 国王已经直接讲 你们可以吃啊 不要客气啊 这样子一样 所以说 其实法画记里面还有这个批语啊 你为什么不用呢 那么就在360页的第八行那边 好 那授记呢 授记是在法师品 第十品 课本的452页 经文呢 就是那一段 譬如有人可罚虚水 那需要水 不像现在自来水 都是直接水龙头开了就有 要自己找紧 余比高原 穿着求知 你挖紧 挖挖挖挖半天 那个土还是干的 由建干土 知水上缘 他继续用功 施工不已 转建施土 虽然没见到水 但是那个土变湿了 乃至呢 变成泥 碎溅治泥 虽然还没直接看到水 齐心决定 知水必尽 还有这个比喻 意思就是说 当你如果真的接触到法华经之后 虽然还没有看到 你会成佛 成佛的这个结果 但是呢 当你接触法华经 认识法华经 相信法华经 你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成佛 知水必尽 就是我挖紧挖紧 我终于快要挖到水了 就是用这个批语 当你相信法华经 依着法华经加修行 你内心就很肯定的知道 自己将来可以成佛的 这个就是他说的 找紧的批语 那课本这边就写了 智者大师认为 虽然这两个批语也很好 但是呢 不是用来批语 佛的一代实教一起 就是佛出现在世间 教学的这个开权显示 没有办法完全显示出来 所以智者大师呢 就不用他 那因此有所谓的九欲 后世折云九欲 因为七欲在家 这两欲不就九欲吗 所以可谓一文不一意 经文上面好像有这样的批语 但是意理上不合乎整本 整本法经的开权显示 开机显本 所以呢 智者大师就不用 是这样 以上就是解释 妙法莲花 讲到莲花是批语 所以就顺便把 整个法经里面的七个批语 就列举出来 这个是别名 接下来解释 通明 经这个字 所以很多佛经就叫做 什么原觉经 地藏经 华言经 那个经字是通用 所以叫做通明 你看第六行 经者佛所说法 知通明也 那文字接下来 为什么 梵文云 撒达摩分陀利 修多罗 照说这个是别名的开始 撒多罗 他说就是翻成妙法 分陀利翻成莲花 他说妙法 莲花前面都解释过了 修多罗就是金 所以这个撒达摩分陀利 这个名称是跟其他的金不一样 叫做别名 金 修多罗 一代实教皆名为修多罗 叫做通明 这样子 一代实教是佛出现在人间 从他出生到原籍 这一生 所说的教法 这样叫做一代实教 佛所说的都叫做金 修多罗 所以撒达摩分陀利 修多罗 请参考讲义 为了这个 我去查佛光大词典 把那个梵文 给他 copy出来 但实际上我不太会念 不过中文写在这边 撒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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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那个白莲花 分陀利是白莲花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念 因为它是念成分陀利 可是看英文这样念 那个怎么会是分呢 但是你如果用台语 分陀罗 分陀利 分陀利 分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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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跟那个 噗 所以不是念胖 是念噗 噗达摩 分陀利 可能印是比较近 所以就跟那个分陀利的印 分陀利 分陀利的印就比较近 白莲花 白莲花 前面那个撒达摩 撒达摩 就是呢 正法 白法 净法 正 正确的正 白色的白 干净 清净的净 正法 白法 净法 或者是呢 有人翻译就是妙法 因为又正 又正确 又清白 又清净 所以是妙法 所以是妙法 白莲花 净 把那个白 结合到上面的 那一个撒达摩里面去 它是白法 所以莲花就不要 不需要再特别强调白莲花 只要莲花就好了 所以这样叫做妙法 莲花 净 修筏 修筏 那么修筏这边呢 你看他这边写的 修多罗或翻为金 或翻为气 或翻为法本 或翻为献 或翻为善语教 总共五个 你把它圈起来 可以翻成金 气 法本 献 善语教 是可以翻的 五个 或云 无翻 或者是不要翻 但是它有五意 而含五意 所以前面有翻 后面没有翻 但是它里面有五意 拿五意 没有翻的修筏 里面有这五个意思 法本 为法 永全 神末 解慢 所以后面那句才会写 就此翻五 含五 我一刚开始没看懂 什么叫翻五 含五 有翻的五个 没有翻的 含有五个意思 你说你怎么看得懂的 我看法华宣语 人家本来不是这样写的 请看今天参考讲义 你看 妙法莲华金 悬译卷八 比方楚下 此土翻译不同 或言无翻 或言有翻 人家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有的有翻 有的没翻 那什么叫做比方楚下 楚下呢就是 中国南方是楚 然后下呢 是比较北方 西北方那边 所以楚下就是不同的方言 不同的言语 同样一个国家 但是呢 不同的方言 所以翻过来的话呢 就会有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呢 有的有翻 有的没有翻 人家悬译本来是先把那个不可翻 写在前面含五亿 不可翻的五亿 法本 为法 永全 神末 解慢 然后呢 后面有翻 也是五个 翻成金 翻成器 翻成法本 翻成线 翻成善语教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偶一大师给人家顺序 给他倒了一下 那如果没看悬译呢 根本本来看不懂 他在写什么 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断句 我们课本的那个标点 不是很像现在的新式标点 主要都是用句点 所以原来就是 有翻 没翻 本来人家没有翻的五亿放在前面 有翻的五个摆在后面 现在偶一大师先给人家倒过来 有翻的翻成金器法本献善语教 没有翻的含有五亿法本 违法永全神末皆慢 这样子 所以有翻没有翻的各五个 各具教行礼善 这样子 好 今天时间到 今天到这里 一个经也要就是这么复杂 这片大中就是有这个麻烦 请各位合掌个相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